中央社记者刘士仪开北27日电媒体报道 调查局清查认定妙传夫妇涉陶漏税 移送国税局查处 调查局洗钱防治处长李宏景今天表示 并未对妙传夫妇做清查 警示将案件已给全责单位做追查 联合报今天报道 妙传信徒供养新台币4000万元 劳斯莱斯名车一提持续延烧 调查局洗钱防治处接获通报 指佛教如来总在各地设有如来经设 经设收到信徒捐款后 透过妙传妻子转入人口账户 调查局清查认定涉及逃漏税 移送国税局查处 至于是逃漏赠予税或所得税 由国税局认定 调查局洗钱防治处长李宏景受访表示 并未对妙传夫妇名下财产及金流 等作清查 警示将案件已给全责单位作追查 至于案件是否已给国税局 则应洗钱防治法规范 无法就个案部分作证实 1060927 1060Π 10609-E4